哦 你和他接触过了吗 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对方一连问了两个问题 也不等李存放回答又接下去说着 他是林家的人 现在正借新兴崛起的政治家族 崛起时间虽短 但表现出来的力量却不小 隐隐间已与三大家族并驾齐驱 甚至有超越了几下 林家人 李存放惊呼了一声 近些年来跟着大老板 他对政界的一些事情自然有些了解 特别是上层的那几个派系更是耳熟能详 林家他自然是听说过了的 听说林氏基金和林氏集团就是林家的产业 怪不得不将丽媒集团放在眼里呢 林氏基金的事是没影的事 但林氏集团确实是林家的产业 你好好打理着吧 林氏集团目前还没有打算涉及大陆的产业 林家为了保持超然的地位 肯定不会将林氏集团的产业弄到大陆上来 一旦这样做了 林家就少了一些资本 毕竟林家是一个新兴的资本 还没有能力保全这个庞然大物的能力 在大陆的政治环境 不管是林氏集团还是其他的 是龙就得老老实实地盘着 是虎也得乖乖地趴着 不知道对方是否有所顾忌 还是因为确实不知道 总之他是彻底否掉了林氏基金的事情 李存放点了一下头 大老板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们会仅最大的努力 将大型露天煤厂给拿下来的 他说完 对方嗡了一声 电话里便传来一阵盲音 他只得收起电话 市长办公室林景洪和谢敏敏 面对面而坐着 林景洪手中玩着那个都棚打火机 眼花缭乱的动作 使得谢敏敏看得目瞪口呆 只顾盯着看了 竟然忘了此行的目的 林景洪见他这个模样 暗自笑了笑 收起了打火机 说吧 敏敏同志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喂 我看你不像是市长 更像是一个顽固子弟呢 吃喝玩乐 你好像样样都行 还这么年轻 谢敏敏呼了一口气 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观点 说完随即意识到不对 忙向林景洪看去 见他还是一脸笑意地看着自己 并没有拉下脸来的意思 不好意思地吐了吐香舌 你知不知道杀手身亡一案的调查 进了死胡同了 再这样下去 就只能让坏人逍遥法外了 林景洪听着暗笑不已 这个是你们的事情啊 找我又有什么用呢 我只是个市长 又不懂得侦查 也不懂得审讯 更不大懂得你们的工作条例 说完一甩双手 无可奈何地看着谢敏敏 这家伙肯定是想找自己将那个陈庄组长换掉了 看来他去省城一行并不顺利 谢家出面 省政法委书记竟然没有给这个面子 这件事情在上层业意卷起一个漩涡 估计名称暗斗的不少 只是搅动这场漩涡的到底是谁呢 所图何事 为的就是遮掩杀那个杀手灭口的凶手吗 这个本钱也下得太大了吧 想不明白 这事还真的想不明白 谢敏敏气呼呼地看了一眼林景洪 喂 你是明知顾问了 大不了我答应 你请我吃饭好了吗 真是小气 也不知道你的市长是怎么当的 要别人请自己吃饭 还是一副很是委屈的样子 而且还这么理所当然 这天底下也只有谢敏敏独此一份了 反正林景洪早已经是目瞪口呆了 眼前这女孩还真有女魔头的钳制啊 嗨 我倒想知道她是怎么当上警察的 听说还能力不错 连办了几件大案呢 警察不是要心思细腻 逻辑推理能力严密 耐心好吗 怎么看起来她是一点也不具备呢 林景洪使劲咽了一口口水 吱吱吱呆的道 吱咪吱唜的道 明明同志 你认为我们该去哪里吃饭比较好啊 然后我又该怎么帮你呢 就加州大酒店好了 我不想吃西餐 等吃完饭以后 你就想办法 给我将那个调查组组长换一个 哪怕能力不行 只要不跟我们作对就行 谢敏敏理所当然的说道 林静红额前扶起一条黑线 迅速的往脑门上窜着 换组长我是不行了 我只是家州市市长 哪能做得了那么多事情啊 这件事情 我想就算是省政法委书记 也不一定行吧 他不等谢敏敏发飙 继续说道 但我可以给你指一套路吗 你们在调查的时候 可以绕开那个组长啊 难道非要跟他正面碰撞 才能显示出来你们的能力吗 谢敏敏一听眼前一亮 不过旋即暗淡了下去 撇了一下嘴 我们已经试过了这个办法了 不行啊 说着他将这两天所用的方法 跟林静红一一说了一遍 然后郁闷的看着林静红 林静红摇了一下头 花了十来分钟 总算将谢敏敏给打发走了 那个加州大酒店 请谢敏敏吃一顿的代价 还是要付出的 时间没有定下来 等谢敏敏离开了之后 林静红除了苦笑的表情 还真的没有别的了 他起身倒了一杯水 一口气喝干 刚才那番话说了他口干舌燥 嗓子眼直冒烟了 点了一颗烟翻开文件 还没有等他开始看 赵明相便推门进来 手中拿着一份请帖 道 市长 在牧原县见过林一面的 前进来投帖 林静红愣了一下 没想到前进来和李存放两个人 还没有离开 便皱了皱眉 接过那份请帖 打开看了一下 却是邀请自己 今晚去加州大酒店赴宴的 林静红合上请帖 递给赵明相 晚上没空 已经有约了 回了他们吧 赵明相刚准备转身离开 林静红又叫了一声 等等 他人还在外面吧 请他进来吧 赵明相点了一下头 将请帖放回桌上 转身出去 不一会儿 带着钱进来 钱进来身边正站着李存放 林静红也没有多少的意外 起身跟两个人握了一下手 然后淡然地说了一声请坐 自己也在位置上坐下 赵明相出去泡茶 没多长时间 两杯茶一杯白开水 分别放在三人跟前 他眼门出去 林静红拿起桌上的那张请帖 假装翻看 看了看 李老板 钱老板 真是不好意思 今天晚上要请一个朋友吃饭 因此没空 倒是辜负了两位厚望 下次有机会 我请两位 哦 既然林市长有约 那我们就改在下次吧 李存放笑了笑 林市长 不知您叫我们来 有何指示 我们一定知无不言 林静红嘴角边微微上扬 完成一道弧线 李老板 你说呢 来来 两位请喝茶 两位都是身家上亿的富豪 平时什么茶没有喝过呢 这次也喝喝 我这儿的粗茶 怠慢之处 还请见谅 武夷山 极品大红袍 如果说这还是粗茶的话 那世界上就没有好茶了 林市长 是谦虚了 林锦红和李存放两个人 你来我往 就是不谈正事 正在僵持着 眼看着下午下班的时间 日益接近 钱进来便咳嗽了一声 打断了两个人的僵持 向林锦红道 林市长 是这样的 我们这次来呢 是想找林市长谈谈牧原县 大型露天煤厂投资一事的 听说家州市成立了 林锦红挥了挥手 打断了钱进来底下的话 淡然的看了两个人一眼 两位不妨直说吧 我身为煤厂建设筹委会副主任 但是个人不能做主 但我可以递个话 两位准备如何投资 有没有计划书等各种详细资料啊 计划书我们尚未准备 如果市长需要的话 我们马上可以回去准备 现在我们可以简略说说投资计划 还请林市长指教啊 我们计划投资260亿元 占有整个大型露天煤厂 开采20年 李存放说出了自己的条件 可是他的这个条件 跟高包围所说的显然不一样 如果让高包围知道的话 非要气得两鼻孔朝天不可 这本来就是一件犯计的事情 李存放自然知道这样做 如果传出去的话 高包围脸面不薄 对他自己完成整个投资计划 也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但他不得不提高自己的筹码 否则在林景洪这一关就过不去 自从刚打过那个电话后 对林景洪的背景有了一些了解 他自然不敢将原来的筹码 推到林景洪的面前 无论是政治和经济 哪一样在林景洪面前都不具有优越性 在林景洪面前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因此只能放低了姿态 至于高包围那面 也只有等下一回再去谈了 只要提高筹码 他相信高包围肯定会很高兴 而林景洪跟高包围之间又不对付 想必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碰头 林景洪听了李存放的条件后 悠悠地笑了笑 李老板 我先向你介绍一下 大型露天煤厂的基本状况吧 大型露天煤厂 看明储量约2.3亿吨 煤质适合燃烧 作为燃料相当理想 这样的煤厂建成投产之后 以年产煤量500万吨计 每吨煤按现行的平均市场价 大约为500至600元人民币每吨吧 也就是说 20年的开采权至少有500亿元 这个利润太大了吧 这个数字还是基于最低计算的 实际上据专家估算 这个年产煤量应该远远大于500万吨 今后的煤价也将会继续上涨 这个大型露天煤厂20年开采权 至少也得值七八百亿元人民币吧 李存放一正 他没有想到林锦宏对这个大型露天煤厂 竟然这么熟悉 而且分析的丝毫不差 完全不似高包伟那样 以200亿开采15年也答应 显然高包伟对煤厂的价值估计远远不够 他心中微微有些苦涩 林锦宏对这个煤厂越是了解 想要占这个便宜就越难 这估计会是一场艰难的谈判吧 年产煤量500万吨是比较合理的开发了 不过按照年产煤量500万吨计算 那20年的开采也至少价值六七百亿元人民币 按照林锦宏对这个煤厂的了解状况 立煤集团想要全部拿下这个煤厂开采权 至少得350亿以上 立煤集团显然没有这样的能力 看来这次准备的还不够充分呢 林市长 请问预计储煤量和预计年产煤量 这些数据是如何得出来的 据我们所知以加州市煤炭资源 勘测人员的能力还达不到这种地步吧 据我们立煤集团的初步估计 这个大型露天煤厂 年产量不会超过400万吨 储量不会超过1.5亿吨 可以说我们立煤集团的勘测人员 是国内权威的 跟国家这方面的人才是不相上下的 因此我们给出的价格也相当合理了 李存放说着笑了笑 看了看身旁的钱进来 后者马上知其意 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资料 递给林景洪解释道 林市长 这是立煤集团下属勘测机构的专业人员 勘测过大型露天煤厂后得出的初步结论 虽然说是初步结论 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基本上能正式成为文件的 想必林市长对这几位勘测人员的权威性 不会有什么怀疑吧 林景洪接过文件看了一下 翻到最后 看了最后的署名 打开电脑输入这些人的名字 确实个个大名鼎鼎 头上都有无比光鲜的光环 林景洪不以为意地笑笑 然后将文件翻到前面 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几个数据 便合上了那份资料递给钱进来 接着又从自己的抽屉中 拿出那份孙吉交给他的 有关大型露天煤厂的详细资料 这是阮氏集团 委托国际上著名权威勘测专家 得出的相关结论 两位不妨看看 李存放胡怡的结果资料 也是粗粗地看了几眼 见最后署名的五人中 竟有三个人是外国人的名字 而且有一个李存放很是熟悉 乔治·基拉尔厅 李存放曾经想要拉拢的对象 最后没有成功 因为乔治·基拉尔厅 已成为临时基金的雇员 当然李存放并不知道这个事实 乔治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情 只是拒绝了李存放的好意而已 李存放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名字 而且他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阮氏集团好像跟林景洪早已经接触过 阮氏集团的实力跟立梅集团相差不远 虽然阮氏集团才刚涉足矿产资源这一块 但是实际上比立梅集团还要稳健 关键是阮氏集团并没有将所有的鸡蛋 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可以说是多面开花 这比立梅集团要好上许多 立梅集团要不是有大老板在身后撑着 估计走不了多远 李存放的笑容很是苦涩 林市长 不知道加州市对这个美厂的投资商 有什么要求啊 林景洪笑了笑 我们筹委会经过协商初步认为 可以联合成立一个公司 加州市占据40%的股份 另外60%股份进行公开招标 煤厂的出煤80%要以市场价供给加州市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其他的事情等公开招标后再进行细致讨论 他说完看了一眼手表 李老板 现在你们也已经知道我们的底线了 如果真是有心投资加州市煤炭资源的话 我建议你们做一个详细的投资计划书 这样好吧 李存放没有反驳 和钱进来一起起身 跟林景洪握了一下手离开了办公室 时间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 晚上林景洪还要请阮氏集团的阮成章 一起吃个饭 阮成章在前一段时间离开了加州市 回到乡省处理集团内部事务去了 今天下午才刚刚回到了加州 这次来估计要等到煤厂投资的问题落实了再走 这次阮氏集团 这次阮氏集团对牧原县的煤厂是比较重视的 不仅仅是集团内部转型的需要 也是因为林景洪的关系 林景洪离开了办公室 自己驾着那辆别克离开了市政府大院 回了市委常委院 刚到家便发现家里多了些人 有男有女 三男两女 男的大约都是四十岁左右 有两个人的身材很高大 肌瘦高高隆起 看上去充满了爆发力 另外一个则是看上去很平凡 但很精明的样子 两女中的一人林景洪倒是认识 正是宋清清 也是前来接替秋月的位置的 看着她的样子少了几分羞涩 但是多了几分书卷气和清雅的知性 另外一女林景洪并不认识 人的姿色也很平常 但举手投足间 却有着令人难以言明的感觉 林景洪也不好形容这样的感觉 到底是什么